我覺得我還沒有 還沒有準備好兒子長大這件事情 就是他長大了 他沒有需要我了 他現在其實常常都不在家 然後他還有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父母是一個好矛盾的存在喔 就是一方面小孩長大了 所以你要一直教他怎麼樣 當一個所謂的負責任的大人 然後有很多社會上的事情 他必須要開始學習 可是一方面又很不希望他那麼快長大 我們家寶貝 他已經19歲了 那你19歲還是我的寶貝嗎 當然啊 Oh my god 你like 已經不是像一個boy了 你已經是長大了 但是你用的還是我們買給你的 侏羅紀公園的圍巾 大家還記得他很小恐龍嗎 在關關內一直有說的 小時候我生了恐龍睡一點嘛 他連圍巾都是恐龍的 他真的像 Oh my god 你是不是覺得沒有摩摩頭髮 你覺得很像喔 他小時候都有摩摩頭髮睡覺 Oh my god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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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現在已經住了摩摩頭髮了 下雨天捏 看到這個橋還是覺得蠻美的 蠻多大的橋 我們要來買留意圈午餐 聽說這一間是全台北最好看的麥當勞 很多麥當勞廣告都在這裡拍 結果我兒子下去買麥當勞了 兒子長大的感覺真的好 好矛盾喔 我覺得我還沒有 還沒有準備好兒子長大這件事情 就是他長大了 他沒有需要我了 他現在其實常常都不在家 然後他還有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父母是一個好矛盾的存在喔 就是一方面小孩長大了 所以你要一直教他怎麼樣 當一個所謂的負責任的大人喔 然後有很多社會上的事情 他必須要開始學習 可是一方面又很不希望他那麼快長大 但我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可以 每個學期拍這個上學路欸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會載他去任何地方了 所以他其實 已經真的不需要我了 真的也 很珍惜拍這個片 然後他當然還是很乖啦 我說欸我 我想要拍這個上學路影片OK嗎 然後他就說OK啊 所以 就好久沒有跟他聊那麼久的天了唷 就是這樣子 然後在聊天的過程又覺得他又長大了一點 所以呢 我真的覺得如果呢 你是小孩還小的人 或許有時候小孩帶小孩真的很累 或者是 真的很煩 嗯嗯 小孩很多 讓你崩潰的時候 但說真的 小孩頂多煩你 不到20年吧 對啊 你看全全19歲 但他其實 他真的都 真的都不需要我了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想一想就覺得說 真的要珍惜跟小孩子 在的所有時光 對 今年 有請要上到他老爸的課 像教自己的兒子 這些事情 對我來講 會有點尷尬 像你的孩子的時候 那時候不太會演戲 你就一步一步再做 所以你習慣我教你 有一點 但是因為課堂的教 跟所謂我教實戰 這樣就拍戲的就是不一樣 你當他不是你兒子啊 不會怎麼這樣子啊 有沒有 對啊就是當學生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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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德 您